各位 我们现在超级星光大道挑战所有观众的心脏 同一首歌的比赛 欢迎杨宗伟演出 心若缺了 泪也干了 这份深情 难生完了 曾经拥有 天荒地老 已不尽命 暮暮于朝朝 这一份情 永远完了 原来谁 还能再度拥抱 爱一个人 如何厮守到老 怎样面对一切 我不知道 我容易过去 痛苦的相似忘不了 为何你还来 我等我心跳 爱怎么能了 世界的你应该明了 人难了 心难了 回忆过去 痛苦的相似忘不了 为何你还来 我等我心跳 爱怎么能了 世界的你应该明了 人难了 心难了 人难了 心难了 杨宗伟的演唱 各位 根据奥运的比赛规则 选手在中间的时候不可以鼓掌 好 但是大家都很忘情 感觉他唱到副歌的时候 整个人 整个身体 整个头 连奶头都有放松的感觉 有没有 上到副歌的时候 来 请小吉的讲评 两个人的技巧都没话讲 所以要比什么呢 就是比整个的感觉 有没有进入这个歌曲 那个靖腾 你稍微改编了一下 他的感觉 有点blues 有点jazz 对不对 可是呢 我觉得就是说 不必从头到尾都是那个样子 那 反观 中伟 你是 其实就是按照原唱 可是 做了一些变化 这个比较难 尤其是你刚刚副歌 那个真是一绝 所以难怪现场的朋友 他们会轻不自禁地 就给你叫好鼓掌 到底想嫁黑还是想嫁白呢 小林老师 听完两位的演唱 其实我听到现场鼓掌的时候 我也很想站起来拍手 因为你知道吗 从杨中伟开始唱的时候 所有的人都是很紧张 因为就觉得说 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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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拍手就觉得说 啊 赢了 这一句 就是那一句 其实我觉得 我其实很想听敬腾 他在旁边 他一直在跟着唱 我想听 他刚刚在听杨中伟唱的时候 他是什么感觉 敬腾 你的感觉是 我很紧张 真的很紧张 你其实在他的这个资料上面有写 他觉得上次会赢杨中伟 是因为杨中伟没有发挥实力 要不然你觉得如果他完全发挥 你没有办法赢吗 不知道 所以你看他这么紧张 他还表现的是这样子可怕的 惊人的 真的 那种能量 所以这一组你知道吗 其实他们俩有很多相向之处 你们有没有觉得 你唱歌本来就是这样子的 肖静腾 对 也是这样两脚分开站 然后突然手也会这样 他脸部都一定要揪在一起 是不是这样 就很自然的就是这样 马上来看分数 肖静腾在前两次的PK挑战 都得到20分的满分 这次他能够得到几分 请评审按灯 16 16 10 20分 肖静腾再度获得满分 而制作单位 鉴于两位都有突破20分的实力 便请陶子就评审的登号 再度实现总分 我们在评审前面我们看到的分数18 21分总分 OK 好 接下来杨宗伟可以得到几分 至少要超过20分 才能够应当20分 果然杨宗伟也得到超越20分的高分 但他在评审桌前的登数会是多少呢 刚刚我们的肖静腾是21分 现在看到杨宗伟是 45 20加4 24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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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